第二 那通常 通常我们是不是要去比 2020年 跟2019年 记不记得 我们说 9月 2020年的9月 10月 11月 这三个月 那到底在各类别之间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 好所以我现在 又要再去打开 等一下 分析 里面的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要打开是 年跟月 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打开2020年 我现在只看2020年 然后 然后你可以发现 首先我们先取消筛选 就是四年 所以你会发现 2017年 你看 这个已经差不多一半 这个 我不要讲这个 这个不好 最好你跟老板讲 我真的遇到很多 很多人在报告资料 说什么 你有没有这个 你有没有那个 到底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讲 就是说 针对 针对我现在游标所在的 这一个应该叫做技术 你看2017年的技术 是不是差不多一半 2018年的技术是超过一半 2019年稍微下降 2020年稍微上升 但是我们现在重点是要关心的是 关心什么 9月10月11月 这三个月到底他这边的一个 那个利润的改变 好 以9月来说大概是正常 仍然是以技术为主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假设我今天我先关掉筛选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是灰色 办公用品 它变小了 你有没有发现 9月 办公用品变小 然后10月 10月这边 它的技术也变小了 好 11月 它的技术增加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我们大致上在类别这边 看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还会再增加 再增加 就是说只类别进来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先把这些筛选都先关掉 好 那针对这张表 我们有类别 当然也会有什么 子类别 所以请把子类别 拖曳到类别的下面 好 那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看 这是技术 这是技术 家具 办公用品 分成这三类 好 我现在单独要去看的 绝对是这个技术类 为什么 因为它占比例最多 当然是看那个占比例最多的 技术类 好 就是当你打开来之后 它把原本的这个面积 又分成四块 好 所以打开技术类 而且这四块里面 可以发现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技术里面的电话跟什么 这个灰色技术里面的复制器 好 因为它是所占的比例是最多的 所以你当时要去关心 我本来的明星产品 卖的情形是怎么样 好 来去说这个故事 2020 好 这边稍微有下降一点 但是其实还好 对不对 这个有稍微上升 就是这个 你不用记 反正就是我们重点要讲说 2020年 2020年 它的一个趋势是怎么样 好 请你用视觉化来去呈现这件事情 也就是9月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 它本来的第一名 跑到这边 跑到这边来了 可以吗 电话 跟复制器 好 灰色 灰色 反而是什么 大幅的成长 是这个 好 我先把这边关掉 2020年 反而是这一个 大幅成长 这个叫做什么 机器 机器 好了 我们现在点9月 9月 你看到机器大幅成长 甚至连 本来 不好的 这是机器 这个是复制器 复制器 复制器没变 那刚刚它颜色怎么变 它颜色也在改变 好 那我们还是点9月 我们只看那个名称 所以你看 复制器还是很大 可是电话 电话是灰色 电话是不是整个缩小了 电话在这里 好我们来看10月份 所以9月份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电话 缩水 变很少 那取而代之的是谁呢 看一下 没有 取而代之的就是复制器 就是复制器大幅的成长 好 10月份呢 10月份 这个电话又恢复回来了 所以相对复制器 还是蛮多的 11月 11月电话 复制器 11月反而电话变更多 但是复制器就稍微缩水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大致上可以从中去了解 你大致上可以从中去了解 我们下期再见